新北市跟我们肉品进口业者 带头来发起不进莱猪的运动 我也特别呼吁中央政府 全国大家一起来做 让源头管理能够百分之百确定 莱猪不进来的行动 新北市肉品进口业者 18家在这里奇迹一堂 先是不进莱猪 最重要诚如理事长说的 保护自己的产业 也保护国人的健康 毕竟所有的在莱猪这个余虑 健康风险没有消除出钱 在整个管理系统上 最主要还是源头管理 以如何稽查中下游 还是漏洞百吃 要动员太多的人力跟物力 所以业者为了让整个管理 跟政府站在一块 所以站出来主动跟政府来配合 先是新北市的所有的业者 都不进莱猪 尤其在不进莱猪这一块 我们特别会在食材登陆这个区块 专闭一个专区 让业者来登陆 你不进莱猪 你把它登陆的清楚 就算你要以后登陆莱猪 你也要讲清楚 让我们的食材登陆 和整个管理是资讯是透明化 接受民众的检验 我们会不定时的去做核对 所以我们会透过食材登陆 来确保源头的管理 新北市跟我们肉品进口业者 带头来发起不进莱猪的运动 我也特别呼吁中央政府 全国大家一起来做 包括各县市首长 跟进口肉品业者一起来 正式加入这个行列 让源头管理能够百分之百 确定莱猪不进来的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